鱼 钝钝的 钝钝的 然后这一个 往左边 划上去 右边比较长 很特别 但是它这里又更特别 竟然塞到这个缝里面去 感觉好像故意的 不知道是不是 哇 拉好长 然后这个细细瘦瘦的 再把这个鱼 把它弄成粥字 一样 这个也浑厚的 它浑厚 我们就浑厚 它是错字 我们就错字 这是灵铁该有的态度 自运才可以自己乱来 然后这个 钝钝的勾上去 这个还蛮钝的 可能磕的比较钝没有那么力 鱼 升 起鼻 不知道怎么刻的 骨节好多 有点像柳公群 左边伸长 左边伸长 好 笔画不是在正中间 笔画是靠右边 好 既然笔画靠右边 左边就看起来比较长 升 高 底沿膨胀起来 滑动 抬上去 高 这个 口啊 非常的扁 结实 而扁 底沿很短处 伸长出来 拉过来 切了以后 造成这个 很平往右下角 一歪一下来感觉 并不是直的哦 是斜的 然后这里面为了要写紧凑 直好又把它写得很扁 出到细 那我们可以看这边是从谁突出来的 把它写好 高 0 上面伸长 掉下来 写短 造成上面 错觉很长 因为这两个短 它才觉得它长 那个撇 因为笔画很多 所以这个撇没有很长 点 然后这上去 用力的撇下来 照理说还有一点 不过它没写 那古代措置多的跟绳一样 这里本来应该有一撇 可是它也没写 它的 跟字铁一样 平的 滑下来 很紧密 很紧密 后面还是都连到 这个撇倒是 扁一长的长 这个点 倒是短处的点 长撇 短点 薄 这个薄不晓得怎么写 不过它磕得有点坏掉了 看不太出来 这种最麻烦的 要自己拆 自己拆的话 就只好照正常来写了 这个 它这个薄 这浴质旁写的好低 竟然戳到一个点下面 没关系 一般我们的薄 这里看不懂 没关系 一般我们再正常的 可能吸到粗 这是一个横画的 它上面这里有点 搞不好是写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这是一个小字 左边有一点 然后右边一点 那我觉得它可能写成一个撇吧 是有点可能的 没关系 这里只能拆了 因为反正 也没人知道它怎么磕的 所以找到另外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 才知道它怎么磕 那个卫杯里面很多磕杯 到最后发现很多 两个杯一模一样 也没有很多 有时候会发现两个杯 是一模一样的 代表它吸引它 一个杯可能磕过两次 只是名字不一样 反正卖 只要把名字改过来就好 里面的句子都很棒 都是优秀的 管它杀人忘火 反正都以后死人死为大 好 一点饱满 虽然背看词 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 这左边长 右边短 那这里写得好紧密 几率快粘到 未必有时候这种东西 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 紧凑感 唐朝凯述就没有 唐朝还是比较理性 制作在一切都是算计之中 没有什么意外 未必就一堆意外 想说粘得好紧 但是还是要照正常的去写它 不要只是画两条线 它还是有笔法的 红 深点水 菱形的点 菱形的点 后面要尖 然后这个条写得非常的强劲 然后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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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要送到 位背可以稍微搭到 造成紧凑的感觉 比划有时候避让不是那么明显 都互相穿插造成一个紧凑感 然后这个是有黏住的 这个比较高 但是它这里 稍微放空了一点 这里又黏住 黏住 这个是长横 所以它拉出去的比较长比较尖 最右边要送到 然后撇又是这种 到后面用力的撇起来 这种浑厚的力道 那这个点 鼓起来饱满的 后面一点点尖 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